这个车这是粉丝来找我修的 这个是刚买回来的二手车 国产的奇瑞爱瑞德7 是什么情况 它是13年的 现在到手的话 花了是三万块钱 在哪买的 网上头条上 就是你们经常有看到 带着你们逛二手车市场 告诉你们这个是哪年的车 什么车矿 多少钱 你们有想要的给我后台私信我 它是这样买来的 买来之后来找我维修的 现在是做个整体的大保养 深度保养 因为这车我检查了一遍 没有深度保养过 但是你们放心 深度保养并不是说全部都换 咱们是有问题的换 没问题的不换 简单看一下这个车 现在的所有的问题 现在是拆个半轴 这个半轴是什么问题呢 出了轨了 有点走行 导致跑到八十脉的时候 整车抖动 因为这个轴本身就长 有可能出现半轴 变形的问题啊 奇瑞奇瑞修车排队 半轴不舍不叫奇瑞 这个没见过半轴舍的啊 估计都是传言瞎就不说 问题就是穷有点变形啊 谁说奇瑞修车排队 把脸给你拉出来打肿了啊 就是瞎说的 这个是正常的 有可能稍微有点变形 都有可能 别管是你合资车还是什么的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目前这车跑了是八万公里 大保养 给它做的是啥 机油机率 空率 汽油率 然后 齿轮油 没有更换的 打开看了 检查了 没问题 防冬液 冰点和它的干净程度 也都检查了 是没有问题的 否则也说 防冬液 齿轮油 是没有更换的 并不是说 大保养就一通 瞎更换 那样的话 也上车 也费钱 这个竖拉杆 更换了 矿 所以过这个 不平的路 咯咯咯咯响 还有更换了一个 这边 那边的 瞎支臂球头 瞎支臂球头 矿了 然后 其他的也都没有问题 右前减震的话 轻微有一点渗油 但是目前是没有异响的 没有 咕咕咕咕咕 所以说 减震就没有更换 左前减震是没问题的 一点也不剩油 我后减震的防尘块 跟那个防尘套 也都烂了 看下发动机 发动机是哪漏油呢 是机油绿芯漏的 它这个是一个 纸的机油绿芯 就在这个水泵旁边 现在我手指的上边 就是机率 为什么机率漏油呢 现在保养已经做完了 不漏油了 把它清洗干净就行了 之前的机油堵 我不明白什么情况 整体打的都是胶 可以看到 打了一大坨 祖上估计是卖胶的 所以说胶不花钱 但是我拆掉以后 发现这个螺丝还能拧紧 没问题 螺丝扣也没毛病 不知道为什么打胶 有可能是 当时 要卖车了 所以说升起来检查一下 一看漏油 其实不是油底堵漏的 是机率从上面漏下来的 导致它 所以说 着急乱投医嘛 所以把胶全都打到机油堵上了 我拧掉以后 机油堵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给它捡了一个纸垫 给它装上去了 目前都没有出现渗油的情况 所以说这一块的油啊 都是从机率上面漏下来的 纸的机油率 其实每次换的时候 它在那个扣着它这个外壳上面 都有一个胶圈 是每次必须更换的 它并不像这种铁的绿心 它在上面自带胶圈 每次更换直接就更换了 但是这个纸的 它是每次必须把那个外壳的胶圈 拿给锥给它撬掉 重新更换新的 但是我就纳闷了 它这个胶圈是从来没有更换过的 可以看到已经断了 太硬了 而且这个本身是圆的 它已经成扁的了 所以造成密封不严漏油 看一下这是它上面拆了汽油绿心 到目前8万公里了 汽油绿心估计是原车的 为什么呢 它都生锈起包了 看一下脏的程度 这是个干净的盆 看到汽油绿心了吗 什么说这车没有深度保养 哇绿心是原车的 可以看到都快锈烂了 外边的话都快锈透了 而且也特别脏 这个油 这就是过滤出来的汽油 黑到这种程度啊 看一下 再就是不经常换汽油绿心 就这它是沉淀以后咱们倒出来的 你可以想象给它割开以后看到里边有多脏 它是泥块肯定是有的 轮胎是换了四条新的2055516 目前换的是玲珑的 之前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装的也是玲珑的 是个20年49周的 是我给它换的新的 但是为什么换 这个轮胎的花纹已经快磨得没了 也是一个玲珑的 但这个轮胎绝对不是它车上装的 有可能是卖车的时候给从别的车上倒下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轮胎 我看一下 也是一个20年代 不是 是个19年43周的 19年43周 刚换一年啊 把轮胎磨的花纹已经没了 可以看到 磨到这个安全线了啊 已经平了 没啥花纹了 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19年 他20年买的一年的时间呢 已经给磨没了 这个是19年玲珑的 是个什么花纹 我看一下 L788花纹 这个是咱们刚换上的 也是玲珑的 HP010的花纹 这个是 这是新的啊 旧的已经是没有纹路了 新轴已装上啊 旧轴已卸掉 上次我换了个尼桑的两根轴 然后有网友评论说 我是换建工 这东西你不换打整 它变形有很多可能 有可能是外球龙 有可能是内球龙 你如果说换了内球龙 它不好使 还有这个杆也有可能变形 杆的变形可能性也有 但是小 你要是说换了球龙不好使 这个球龙退不了 因为球龙一装得打油 退不了 这个费用谁来承担 对不对 换轴它是百分之百 好使 但是你换球龙 万一不好使 这个球龙的费用 你说我承担 还是车主承担 车主承担 费用没解决 费用出了毛病没解决 这不就是裤装拴跟绳 扯淡吗 像这个 咱们职业操手 还是必须得有 修车路上 咱手不抖 这个情况呢 就能给它单独找到配件了 单独换 因为毕竟咱们看到 减震没有漏油 没有坏 所以说就没必要更换减震 把这套一换 就OK了 所以说这个 虽说不是驱逐原厂的吧 原厂不原厂 这东西 也就跑个四五万公里的寿命啊 你这原车的 你看已经烂成这种样了 它呀 干到现在八万 五万六万的时候 估计都开始坏了 像咱们试车 必须空旷路端 没啥车 路还宽 现在快到八十了 试一下 八十八十 来了 只要不对 不抖 它就对了 一抖啊 我告诉你说 你确定哪个问题了 你更换完 它还是抖 你心很痛呢 你知道吗 行了 这个就OK了 好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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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好 我吃了 我吃了 你一会儿